各位好 我们来看关于试生的例题 那在我们上一则影片 我们有介绍试生的公式 那所以这一题我们就直接拿来用 直接用公式 公式的推导请参考上一则影片 在水面下4公尺处有一只一条鱼 鱼的正上方 在距离水面12公尺处有一只飞鸟 那水的折射率是3分之4 则第一个从飞鸟看鱼 它看到的鱼的试生 是几公尺 那试生公式就是这样 观察者看到的试生 除上观察者所在戒指的折射率 就会等于 戒指一的厚度 比上戒指一折射率 加戒指二的厚度 比上戒指二折射率 加点点点 好那第一小题是从鸟看鱼 试生 鸟是在空气中 所以这里的 这个观察者所在的戒指的折射率 观察者所在环境的折射率 就是空气的折射率 那所以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左边是一样的 然后右边是空气的厚度 十二公尺 比上空气的折射率 再加上水的厚度 是从鱼的位置算到水面 所以是四公尺比上水的折射率 所以是空气的折射率 就是几乎是跟真空中的折射率一样 就是一 那所以用十二比上一 加上四比上水的折射率 算是四 所以这样子算起来 就是十二加三等于十五 那第二题 如果是从鱼看鸟的话呢 那就是观察者的 所在的环境变成鱼 观察者所在的环境变成水中 因为观察者现在是鱼 那鱼看鸟的视身 就比上鱼所在环境的折射率 会等于这个戒指的厚度 比上戒指的折射率 然后再加上戒指的厚度 比上戒指的折射率 所以最后变成水四公尺厚 比上水的折射率 加上鸟空气的十二公尺厚 比上空气折射率 那跟上面这里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 可是呢差别在这里 这里这个是水中的折射率 所以这边要带入三分之四 然后再把这三分之四 乘到右边来 所以最后鱼看鸟的视身距离 就会是十五乘三分之四 等于二十公尺 好谢谢